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妈妈TalkTV 大家好 我是妈妈Jean 这项节目是由Mamanet容易呈现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Mamanet Mamanet是一个母婴APP 是每个妈妈必备的孕育神器 我们的节目每两个星期都会播出分享时下热门的母婴话题 希望能帮助妈妈们成为更油脂的妈妈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了一位嘉宾 欢迎Dr.Elean 大家好 Hi Dr.Elean So Dr.Elean 我认识你差不多在今年的时候开始认识你 然后我觉得你不仅仅是一位entrepreneur 是一位教育者 你还是一位妈妈还是一位老婆 Like how you manage this It's so impressive 其实我觉得很多妈妈都当了很多角色 只是我们很享受当那么多的角色 想不享受这个东西当然也因人而异 所以我们慢慢在这一边就是要帮跟这家伙的妈妈 对 去享受那么多个role 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很谢谢你抽空来来到我们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topic 嗯 So 还没有认识Dr.Elean的你们呢 我想要跟你们介绍一下Dr.Elean的profile 她的impressive的背景 Dr.Elean是刻意育儿导师语研发者 她不只出版育儿书记被囚禁系列也是Parents First幸福亭的创办人 她拥有教育心理协议课程开发作事真的是太棒了 Super impressive 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课题是关于霸凌 真的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你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要如何面对霸凌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霸凌无所不在 而且霸凌也分为几种 比如说暴力霸凌 园语霸凌 社交霸凌或者是网络霸凌等等 相信通过你的专业分析和讲解 我们的观众一定可以收获满满 So 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题咯 Let's talk about霸凌 bully So 因为我相信我们当妈妈的很多时候 即使我自己小孩子 我都有跟你分享过一次 就是我的孩子就问我 Mama my friend don't want to be friends with me Like how 然后当我听到的时候 我的心是like有揪一下是很痛这样 因为I felt it before I believe like很多人小时候都有经过这些 被小朋友就树立啊 like 被 boycott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很感同声 So but I don't know how to teach them 我不懂要跟他们讲什么东西 然后我相信 you know parents out there 也对这个topic很感兴趣 也想要有更好的information 去教导他们的孩子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社交媒体 Instagram就有开一个Q&A session 就是让大家问一下 关于这个topic 你们有什么想要问Dr.Elaine的 所以我就收集了一些question 我看到那些question 我会觉得 This is what I really want to know too So let's go to the first question So第一个question呢 就是根据你专业的判断呢 为什么一个小孩子会想要成为霸凌者呢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thought跟这个action呢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他是第一道问题想知道背后的原因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知道 为什么孩子会喜欢成为这个角色 那为什么我用喜欢这个字眼呢 说实话没有一个人是想做霸凌者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选择去做霸凌者呢 他背后一定有他的原因 这个原因是我希望可以带给观众们了解的 那霸凌者呢 我们也许要知道他的定义是什么先 因为他有分为两种 霸凌者是 第一种是我们普遍上看到的欺凌 他去欺凌别人去bully别人 OK 而第二种就是他喜欢那种优越感 就是我是leader 我是boss OK OK 所以我们先要断定 我们观众要了解的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的 而我们其实在学校啊 在社会看到的 他是属于第一种的 OK 欺凌 OK 就是我觉得我欺负到你 我就是很厉害的那种 嗯 OK make sense make sense 这真的是很typical小孩子那种想法 对对对对对 第二种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属于那种 诶 我喜欢做leader 但是我在家没有做到 老师也没有给我太多的机会 那当然如果我做到 有 我有一般我们讲的Lang OK OK 我是那个大楼 那我觉得很开心 那但是他们这一种呢 他心理数字和第一种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专注点放在第一种好不好 好 好啊 好啊 就是欺凌者的那一种心态 所以为什么他们喜欢 so call的喜欢是因为很多时候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的 就是在家他们没有一定的那一个专注点 或者是他们的爸妈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 或者是情绪不稳定的 所以他们在家没有那一种优越感或者是价值感 那么如果他们在外面找到这种感觉 和乐而不为 sense 就是这个原因 OK OK 所以讲讲都好 跟家里原生家庭 environment还是很大关联 很大很大关系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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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gree with that 所以 you know 当我们小孩子有遇到bully或者他成为了bully的人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问题或者是那个focus point 不能单单只是在小孩子那边 我们也是要看一下我们自己 对对对 他的environment 照顾他的人等等 因为其实如果真的有的选的话 谁要当坏孩子 谁要当每一个人label他as坏孩子 OK 那怎么去让人家记得你 在班上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只有两种人老是记得 嗯 对 一就是设计好 对 二就是摆驾 对 一个就是做第一排 这个就是做第一排 对对对 那么你讲 你觉得做第一排比较容易做 还是比做最后排比较容易撑回 一定是最后一排啊 嗯 对吧 那个要多少effort 对对对对 可能就可能有尝试过要做第一排 但做不了 他还做中间 那算了 我们做最后一排吧 对对对 尤其是当第一排的 我相信爸爸妈妈的support要更多 是 那个小孩子要更稳 他才能真正做到第一排 然后如果let's say 爸爸妈妈又不小心没有给到ennafter 他们就不小心要drift下去后面 是是是 如果孩子是霸凌者 就是bully人的那一个人啦 我们家长应该要怎么办呢 就是如果let's say 没有一个父母想孩子是那个霸凌者 嗯 OK 那我在这边也分为三种家长吧 OK 我说 接触过的三种应对方式的家长 OK OK 第一种呢就是爱年家长 OK OK 爱年家长呢就是说 我不理发生什么事 我第一就是揍孩子先 嗯 OK 我揍孩子先或者是我骂孩子先 这个是第一点我要去保护我的点 就是哎 我有做东西 我孩子不管我就 you know OK 心动 OK 就是爱年家长 OK OK 第二种家长就是很很委屈的家长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对对 我的孩子不好我的孩子不好啊 就很卑微的那一种 OK OK 还是觉得是我们的错 啊 啊 就是我们的错 就就就就我们的错 然后有时候他有时候这个妈妈的dresser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家里有家暴 就是另外一半 OK 另外一半欺压他 对对对 OK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叫不好孩子 哦 所以他就会资责 然后他就会代表孩子 向对方说对不起 哦 OK OK 明白明白 明白 OK OK 他就他本身已经没有自信了 嗯 因为另外一半 嗯 OK 这是第二种 OK OK 那孩子 呃 一般这种孩子他会就更加变本加厉 因为他觉得妈妈很软弱 哦 yeah Oh my god 只有他 强起来 他才能保护妈妈 哦 但是他在家他不能反爸爸嘛 对 因为他可能个体还小啊 对 力气还小啊 对 所以他在外面要一直build自己的那个能力 哦 他为的其实要保护妈妈 OK 所以当妈妈说对不起他就更生气 他就更加要霸凌 哦 哦 所以说哦 OK OK 那 那第三种呢 OK 第三种呢 就是那种 保护性的 嗯 为什么我孩子要打女孩子 一定是女孩子有问题咯 是一定女孩子弄了我孩子他才这样子的吗 我好像看过你所说 Badrens 到晚 哈哈哈 就是这种character make sense yes 真的 如果当我看到这个情况下 我真的觉得会遇到这个三个妈妈出现 但是看谁出现而已 对对对 普遍上我们都把它分为这三大类型 当然有时会mix and match的 或者是有第四第五种 但我觉得到我所遇到的 所看到的那么多个案例 都有这三种的类型 嗯 OK OK 都有这三种的类型 那么说回来 你那个你那个问题要怎么做 对对对 要怎么做 那首先呢 家长一定要认清自己是哪一类型 哦 正确 就before你去settle你孩子 settle你自己先这样子 OK OK 对对对 因为如果是 你是任何的一种 他的方案 你所用的方式 有所用的解决方案 都一定不是最好的一个 对吧 正确 OK 对对 第一种类型的会是 会是怎样的一个方案 一般 直接 那个小孩子 你杀我杀我杀我杀你 你不要下水 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个是like可能就是我 就most of the 就像我们上一代 会发生的事情 对了对了对了 就是要爱念 爱念的那一个 对不对 第二种就是现代的爱的教育 嗯 爱的教育 我爱的教育 我爱的 孩子什么什么 这样子的 但是又自己没有自信 又做不到东西的 OK 所以出来的方案 也一定不会是最好的那一个 第三是爱的教育 非常爱的教育 对 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说 如果 let's say 那个情况是 like这个妈妈们 可能我们在看着的观众 她根本不懂她自己是哪一类型 but what is the best solution 在当下另外一个妈妈在 另外一个妈妈在跟我讲 你的孩子刚才就弄到我的小孩子 我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或者讲出什么东西 会让整个情况变好呢 让我小孩子也不会 you know like我要去找出那个problem 当下我不能马上就去 去indesignate一个一个这样子嘛 like what is the best solution ok 她还是回到来第一点就是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pattern 然后我们才可以说对的一句话 因为你没有awareness 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答案 或者是很卑微的说对不起了 或者是去赖别人 就是还是没有point的啦 对 她的第一句还是她的pattern的反应嘛 啊呀 对吧对吧 我就很很直接的就是 就是如果孩子哭 有些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抱她 有些第一反应就是问候她 有些第一反应是 你的第一反应是反映着你是什么类型嘛 true 对吧 true 所以首先我们还是要很谨慎的知道 我们是什么类型 而我们愿不愿意去尝试另一个类型 这个我觉得愿不愿意尝试另外一个类型是非常重要的 对 you're right 她这样踏出convert zone这样子 对对 你要去接受另外一个identity 另外一个current 对对对 因为如果你觉得你第一个类型是 我就是这样子啊 对 或者是我觉得我应该要保护我还是对方错啊 他都觉得没有问题 那 对对对 他已经觉得那个是他最好的方案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对 so 首先你知道你是什么pattern 你尝试你愿意踏出那一步 ok good 那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呢 我们要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嘛 对 ok 所以当我们可以去很谨慎的知道 或很aware的知道自己是这类型 好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就是okok 我不要讲那一句话 或者是我不要用回我平时的反应先 ok 那我觉得最好的第一开始就是 哦 是啊 哦 不好意思 哦 我觉得我们可以坐下来了解这整件事情 那老师 那孩子出去 嗯 ok 我们就跟大人了解 或者是一个一个孩子了解 或者是跟校方了解 ok 先了解那事情先 那当然 后续要做些什么东西 很看不同的方案 不同的scenario 我们有不同的方案 但第一 第一 那个开场摆很重要 agree 真的第一句话 当 like 很多时候我们第一句话从我们脑出来 那个时候 take another 三分钟 to really yes 去想过这个东西 讲出来会 you know is it 有建设性的 或者会想到任何人 对对对对 所以就跟到底我觉得 parents 还是要找回自己先 自己的character 先 before 才去建造我们的小孩子 对对对 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是很 you know recommend Dr. Elaine的书 被囚禁的父母 嗯 我有读那本书 我觉得 它文字 它很simple 让我可以直接马上可以去了解 you know what is it about what is like parents' expectation what is 小孩子在想着 这样等等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check out一下 Dr. Elaine的书 so let's continue with the third question so 这个是we talk about 校园霸凌的啦 在学校的啦 就如果let's say 我们看我们的观众嘛 因为除了妈妈 爸爸还有老师 educator 有很多来在教育界的 都很想要 就是get relevant to motherhood 因为他们想要更了解小孩子 所以在这里呢 在校方跟老师跟家长呢 我们要怎样去减少校园霸凌这个topic呢 ok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在MCO期间 然后就有我们的教育部 启动一位 他说 我们在做得很好 因为学校呢 他们的那个霸凌事件 减低了很多 然后就有很多民众就在那边reply说 当然啦 因为都没有学校 MCO 对 对 那当然这个也会relate to一些的问题 现况的问题是网络霸凌 可能就有些观众他会问到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去聊这个 ok 那回到来这一题就是说 学校霸凌 你没有接触就没有霸凌 对 ok 你有接触 你就会有 就好像人与人之间 你没有跟人一起 你就没有gossip 对 你就没有politics 对 but你有人 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但他霸凌是因为是小孩子 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谁对谁错 对 ok 一般 一般我们会听从于那一方呢 一定是特别会讲话的那一方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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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pecially在当下的时候 对 对 因为你讲证人啊 讲故事啊 嗯 你一定是那个比较confident 比较会讲故事的人 赢的 对 对 ok 对 所以如果let's say 老师跟校方有看到这一点也是好 at least 他们不会忙忙匆匆的 只是听那个会讲话的那个人 对 问题就是这些霸凌也很聪明的 他们一定是没有成人的在场 所以他可以take charge 整个situation嘛 嗯 ok 所以到最后还是听他们讲故事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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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回来那个问题就是要怎么去 更好的减少这个霸凌事件 对 我觉得以两个方位去探讨这个问题吧 ok 第一个方位呢就是 学校我们要 身为家长的我们 我们要体谅校方 agree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做学校真的不容易 真的 真的 因为本身我是教育者 对 所以我知道做老师的痛处 苦难 不是我们看的那么容易 对 就算你给钱老师 他也不是万能的 因为他也是个人 对 他也有自己的家庭孩子情绪 当然也有家长说 你有情绪你不要当老师咯 很难啦 是很心痛 每次听到这种啦 真的 comment的时候 真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当老师 真的 你就算高高薪聘请他们 他们也有一定的压力 真的是不简单的 所以我想我想提倡的一样东西就是 OK 我们有分为IQ 我们分为EQ 对 OK IQ就是我们的智商啦 EQ就是孩子的情商啦 嗯 老师 校方 我们就把它专注在于 提供孩子IQ成长的平台 Yes OK 那个就由老师负责 OK吗 对不对 因为IQ就是 我给予你知识 你考试你学习 对 简简单单 对 OK 那至于EQ呢 每一个孩子不一样 我们时常听到这一句话 对 孩子不一样 你有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不一样 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都不一样 对 那么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身为妈妈或爸爸的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当孩子的EQ导师呢 Agree 对对对 所以Basically 小孩子去学校 You know IQ是从学校学 对 EQ是要从家里学的 也就是说 EQ在家里学 他们去哪里apply 他们去学校apply True Yup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联 也是go back to 家庭 对 go back to那个environment 对 然后让他怎样去在学校 遇到事情的时候 怎样去handle 对对对 Agree 因为你看哦 以前的年代 以前的年代 和现在的年代不一样 以前的年代是 老师可以变学生 对 但为可以做到的东西了 OK 不是老师不要 对 是整个大环境 不允许他们这样子 对 OK 讲人权嘛 对对 讲爱的教育嘛 对对对 OK咯 那当然威严是最容易 你现在要用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要的是什么 时间 精力 还有专注点 是 老师怎么可能给完这些孩子 一般是50个人 对 International二三十个人 妈妈头痛了 带两个孩子都 对 你怎么可以 expect老师 雇二三十个去看你的孩子呢 我觉得不公平 对对 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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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父母 like go back to the topic 就是怎样减少这个校园霸凌 或者校园不开心的事件 我觉得老师还是需要 you know 帮助 好像要跟 老师需要跟家长要配合 才能达到一个很和谐的environment for你们的小孩子们 right 才能减少这个霸凌的事件 对对对 Yeah yeah true true 所以刚才刚才是讲的是 第一个观点嘛 第二个观点就是 Yes 老师可以做的 最多是update家长 对 Yeah Ok 所以第二个观点还是 回来家长怎么去做孩子的 EQ老师 或者是导师去帮助 哦是啊 我孩子在学校怎么怎么怎么 Ok 我在家怎么做debriefing 怎么做guide 怎么coach我的孩子 然后从中 他又有不同的思维模式 他又会去学校apply 所以他这个就是那个连贯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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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沟通咯 就是说老师跟家长要很好的沟通 你才能真正去了解 你的小孩在学校 需要什么样的补助 需要什么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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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家长们 有时候我们真是要 give extra patient to teacher 你在家真是一两个小孩 我们都已经要疯了 快点快点去学校 老师们一定要更多的爱更多的那个 like patient 还有motivation才能教好你的孩子 对对对对 其实很sat的你懂吗 很sat的是什么呢 是我要给我的patient 给什么我的爱孩子 学生啦 应该是什么所学生 Ok咯 然后没有很多人要做吗 Ok给高兴一点 如果给高兴一点 然后parent或社会主角 你身为教育者 你不应该收那么多钱 辛苦我这老师 真的可怜 是啊 我之前也是有看到 有一些incident where 有一些老师们真的是 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故 校方又没有protect他们 他们根本对这个职业 没有兴趣 所以我想要问是 当小孩子被霸凌的话 然后又没有好好的处理的话 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 you know 影响吗 影响 嗯 Ok 不如我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吧 Ok Ok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 听过这一句话 就是孩子是一张白子 yes Ok 有不好 那我就这次说孩子是一杯清水 Ok Ok 清水哈 其实一杯清水 无论你怎么 你放任何的一个颜色 除了白色之外 你都会看到明显的不一样 Yep Ok 红色的银 还是黑色的银 还是白色的银 Ok 好 那么 如果我们的孩子 他给霸凌 我们就拿黑色吧 Ok 比较容易relate Ok 负面啊 yes Ok 就黑色了 我们就看到 哦 这黑色的水 越来越黑 越来越无垢 越来越 肮脏 这杯水 已经看不透了 本来是清水嘛 我们可以看 transparent 可以看过去 是 Ok I'll pick Yep 它黑色啦 它看不过去啦 其他颜色可能还有反色 红色黄色橙色 还反色看到啦 黑色是看不到的 Ok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孩子本身也看不到自己啦 嗯 Ok Makes sense 也就是说 他这样子的成长过程 他会迷失自己 他不懂自己是谁 嗯 当一个人不懂自己是谁 真的 你不懂要怎样 对 有率症啊 焦虑症啊 没有人生方向啊 觉得这个世界根本不是他应该存在的一个世界啊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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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yeah Makes sense 就是代表 如果let's say他们有problem 我们没有去solve它 他就日积夜咧 到他觉得自己觉得 我不想去solve这个problem 我根本 我都做不到什么东西 我自己 我都不懂我是谁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continue着这个life 然后当 parents没有看到的时候 就会产生 like 所谓的 you know 他们更大一点忧郁症 等等的咯 对 所以这一些的由来都是 like 从小时候的 你 我们慢慢添的这一些 对 颜色的时候 家长没有看到 所以就找导成这个啦 所以当like 有一个成年人还是一个中学的 他们有这种忧郁症这些的时候 可能我们可以追根到底去找回出来 为什么会到 一般是从他们第一次开始的 the very first time 然后他accumulate累积累积 他最可悲的是什么呢 他自己看不到自己 黑色嘛 他自己看不到自己也算了 家长也看不到他 因为黑色嘛 嗯 家长只是可以label他是一个坏孩子 不听话的孩子 讲了几百次都不听的那一种 是like 连家长最亲的那一个 也看不透 透啊 嗯 看不透 嗯 孩子 嗯 所以就会like you know 在学校已经加一点黑色了 回到家 又才continue给他加 like it's really hard啦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可能你看到你孩子 就是可能他被在学校加一点黑色的时候 你可以去问他 where did you get this from like like you know 我可以怎样去帮你拿走这个color 来来 trade 加一点color进去 让他来活起来 对对或者是我觉得 为什么家长或者是现代的父母 做孩子的EQ导师很重要 嗯 因为EQ导师就好像那杯水的filtration 嗯 filter yeah yeah ok 你回来不用紧家里是一个安全感 家里是一个support system 对 我是 我身为妈妈 我是你的filter system 嗯 哇 that's nice man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clear的一个image就是 你在学校 有一点污垢 不要紧你回来 妈妈帮你filter 对 that's the way 对对对 为什么衣服 孩子 你看孩子 衣服脏 你会立刻去洗 对 因为你要他量力在外嘛 但孩子的心理呢 孩子的心灵呢 父母没有这一个洗衣剂 对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可以autorefresh 对 exactly yeah 在这里真的是 可以更深入了解 小孩子的内心的时候 对 可以更容易去 solve掉他们有的problem 等等的 Right 就go back to 那一个 就是他 他如果 现在小孩子准备 bully 然后他又没有沟通出来 但他自己都不懂 you know 原来这个是被bully 或者 this is something that not supposed to happen to me 嗯 然后他又没有跟他的妈妈 爸爸讲哦 我们可以看得出有什么Q 如果 现在我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孩子 好像在学校 好像有一点不对劲 但我问他 他就 ok good 每次很多 我每次一放学问他们 包媳妇 包媳妇 包媳妇有些事 啊 how school good 然后就这样啦 food stop 所以很难去挖出来 ok 尤其是like parents有时候比较忙一点的话 你根本就觉得 oh good 他讲good就好了 ok but is there any other indication ok or kill that i can see from the kids 然后我就发现到 oh 他有something is wrong i need to you know 去挖出来 明白 ok 呃 那么我就以这个 anger去说哈 其实如果孩子被霸凌 已经是很严重了 yes ok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一个自信的孩子 他是不可能被霸凌的 true 一个自信的孩子 霸凌者不会挑他来霸凌的 true true agree啊 所以如果一个孩子 他已经被霸凌了 也就是说他的心理健康 数字已经是不健康 已经是 不健康了 ok ok 他不是surface的层面了 他已经是很深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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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被霸凌者都已经要take note了 ok 不是take note了 已经是要去疗愈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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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的是 ok 我一直很希望的东西是 不要等到事情发生 才去解决 所以你刚才问的question indicator是很好的 嗯哼 那个indicator不是 给孩子霸凌的indicator 嗯哼 而是我们要用另外一个tomometer 嗯哼 ok 因为刚才的question是 我只知道 我们孩子被霸凌 对 这个这个tomometer 已经有点迟了 他已经发高烧 要进ICU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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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用另外一个measurement tomometer ok 而是看三点 嗯 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孩子不自信嘛 嗯 ok 所以第一点就是他本身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会不会说我不要做了很难 他们的口头禅一般就是很难啊 我不会啊 嗯 然后他们就很容易放弃 对 因为他这是一种对自己没有太多自信的一个indicator ok 他没有肯定啦 就说我什么都不能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种自我肯定不强 ok 所以他才会这样子 因为一个自我肯定强的孩子就是说 It's ok I learned I improved 嗯 我突破 嗯哼嗯哼 他相对reflect就是如果有人敢来霸凌 就是敢来欺我是不是 我要跟老师讲 嗯 Yep Yep Ok 我要跟我妈讲 对对对 对啊 你根本不可能得逞了 对对对 Yep Ok 这是第一点哦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 如果孩子已经是这样子状态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提升他这一方面 那就可以prevent 霸凌事件发生在你孩子身上 I agree I agree Ok 来啊 那我们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表达能力 嗯哼 Ok 表达能力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Ok Ok 那很多时候为什么他们 呃 没有很好的表达 因为每个孩子不是天生都会哔哩巴拉很多东西这样的嘛 嗯哼 有时他们程序上也不懂怎么去logically讲 就go around the bush嘛 对对 Ok 所以第二点我们要prevent的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怎么去帮助孩子有更好的表达能力 就算事情发生 他也可以是那一方我刚才有讲到的 嗯哼 Ok 是可以有有有 evidence 有证据啊 可以把整件事情来龙去脉表达的很好 嗯 那他就可以保护到自己啊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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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你去警察局你上court你也是看你怎么表达的 对不然你懂很多东西讲不出来也没有用 ok ok ok对对对对 vocab很重要 对小孩子要让他们 怎样把他们的mind放成原语讲出来 对 对对对对 然后会怎样去say no 怎样去来讲这个是不好的这些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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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再来最后一点就是 就是孩子与父母的那个 呃信任的 呃relationship ok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你可以看这个indicator 如果孩子回来他只是抱喜不抱忧的话呢 嗯嗯嗯 我们可以知道妈妈一般就是那种 呃他的response反应啊 第一就是妈咪妈咪今天哦 我给老师骂 嗯 example啊 example 可能小时候他 他就觉得要跟妈妈分享了 对对对 妈妈就会有这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就是 一定是你坏蛋呃 所以你老师妈 嗯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当80事件或者是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嗯嗯嗯 一定是你有问题了 嗯嗯嗯嗯 所以他知道妈妈是不会sit他那边的 嗯嗯OK OK OK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sit孩子那边 至少我们去找出方案 或者是来龙去脉 而不是第一句就是一定是你 你已经判了孩子死刑了 对 这一句话你的开场摆啊 已经判孩子死刑了 真的 OK OK 或者是哦 哦 做莫德 是不是什么事情发生 OK fine 你去了解那个状况 OK 但是他下一句就是 哦 是啊 OK 不用紧啦 不要 It's OK 就把它Brush away了 哦 呀 有 有 有啊 有啊 就Brush 就Brush它 away了 就Brush它 away就是 哦 OK咯 就是 九个九子孩子就觉得 北八零八了嘛 是 讲你没有用 这样子是 就Brush away 对 一次 两次 三次 八零子就是这个好祈福 哦 true 因为我做你都没有什么action 对 你已经被Brush away 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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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OK 那第三个就是 他妈咪的回应是什么呢 哦 OK 那你要怎样 你要做 你要妈咪去 去跟 跟你的那个朋友讲吗 去去去 或者是去学校了解 因为他讲他给老师妈妈 OK 要不要去去学校 哈 可能孩子又爱点了 或者孩子不要有事情了 哈 不要啦 不用紧了 哦 OK 不用紧了 哈哈哈 很是 可能孩子当下是open door 让你去多了解他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突然想把门口又close OK啦 不用紧啦 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 但是我整天把那个小孩子的conversions当成一个门 这样子 他要开一点开一点 你要趁他一开一首你会快点zoop进去 哎 你要 开的哈 对 你要懂怎么去zoop进去 这个是很多 可能妈咪或爹地没有这一方面的姿势和技巧 yeah yeah OK就门已经开着了 OK了关回了 所以孩子就是 哦 OK咯 yeah 他可能是需要你给他一些advice 嗯 或者是需要你给他一些options 嗯 对options 对options 所以你现在给他那个option 可能不是他当下要的option 嗯哼 对对 yes yeah yeah 所以其实第三点是来自于 妈妈和孩子的那个relationship 这个relationship就是come from 沟通 平时孩子怎么沟通 那如果是沟通的对的话 那孩子可以很坦然 跟你分享他在学校发生的东西 那你就好介入啦 那这些霸凌的事件就不会有第二第三次了 确实 所以这样讲来讲来 要看那个小孩子的you know 在学校经历的东西那一些 也是要看daily 你跟你小孩子的风险 甚至是这样子 所以你在这里你听了过后你觉得 哎 我是不小心fall在第二个 哈哈哈 然后你就再去dickdickdick一下 看一下哦 可能在学校还有遭受到这一些东西 righ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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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it still you know go back to our parents like我们怎样去跟小孩子讲话 怎样去让他跟你沟通 所以在这里呢 你才能更了解你的小孩子 对 对对对 那刚才你有mention到有一些小孩子 会是来会举手 或者是不会被人家不理的那一种小孩子 嗯 我们要怎样form out这样子的小孩子 我们要怎样去让小孩子有这个guts 去 like 哎 你不可以这样对这个小朋友 你不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要怎样去build out这样子的personality呢 哦 OK Interesting question 因为现在的社会教导的方式就是有事不要去 哈哈哈 就是管车快点找 救自己就好 对对对对对 呃 那我觉得这一个呢 如果是校园呢 一定是要找 呃 老师 嗯 不要自己去去handle 哦 如果是这样子跟孩子讲 孩子可能在当下的判断能力 还没有很好 嗯 可能他是 呃 一堆很多个的 嗯哼 OK 那他就觉得我是那种有guts的人 哈哈哈 OK 我觉得我可以应对 但是不是啊 对对对 因为他们可能还不会真的还不会判断 那一个情况 yes 所以我们也不好跟孩子说就是有什么你要建议有为 true 对对对 对对 孩子是不小心 不打不打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找老师 或者是效仿的任何一个大人去见证这件事情 或者是去处理会是比较好 嗯 因为你去找老师已经是你最大最大帮助到 然后当时人被霸凌的一个一个重要的行动吧 对对对 应该是这么说 那当然如果是第二个状况就是可能放学了 嗯 然后是走完了 可能就课外活动 然后就剩下 然后你就在学校员外面看到了 嗯哼 嗯哼 OK那怎么办 嗯哼 怎么办 OK那怎么办 你又你又不能去前面stop他 还是除非你特别大致 你的宽都不懂是哪一个表了 OK OK 你觉得可以go ahea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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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大部分可能小孩子不是啦 OK 不是这一个能力范围之内的 哦我真的很建议就是说找身边的大人 嗯 路过的人也好 嗯 OK路过的人也好 因为可能你有没有手机 那个大人有 然后大人可能对一个青少年或者是小孩可以至少下跑 嗯 OK 也是借助外界的力量去帮忙看那一件事情要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这个是暂时对小孩想要建议勇为的小孩最好的一个方案 确实 我们当我们就是来可能小孩子我们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以他的ability对他的观点去去建议来 我们不能以大人就是来我们看到建议勇为去过去对 然后去stop 不能我们要以他的身份就是你还小 在你能力范围里面你要找大人去帮你去settle what you can do is use your mouth to seek for help instead of like直接用action 我觉得这个point非常的好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时候妈妈她遇到状况的时候 她就会找一般妈妈 对 去问 对 OK 或者是她找一些咨询师 which is 没有在儿童这一方面有很大的knowledge 或者是experience的 对 所以她给的方案可能就是大人观点的方案 然后就是not the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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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instead of like去找你的妈妈朋友们去聊 我觉得更好去找一堆的小朋友去了解他们 他们就在他们的point of view去想这个东西 yes yes 所以你刚才讲为什么被囚禁的童年 或者是被囚禁的父母那本书 我可以讲孩子的心理的观点 因为我对很多小孩 所以我很了解他们的内心 然后你就站在他们的观点去去写东西 出来给parents看 对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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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like appreciate你的assistance I'm serious like我我我我我 even有一个点 我在你的facebook page上看到就是 like刚才你有讲到那个eq跟eq的嘛 iq跟eq的 然后你有讲过你的孩子不要去学校 然后你就跟他讲在学校可以 肩um grow brain yes 然后我literally use the same thing ok and it works 我的孩子很爱去学校现在 ok 反而他现在很competitive in learning right 还有那个eq的 so我真的super thankful for this post you know so I would recommend Dr.Elaine you know 当你们你们妈妈们没有事做要去scroll东西 嗯 不要去scroll那种没有监色性的 you know entertainment的东西 你放一个十分钟去scroll 看完下完就好 我们一定要有健身 我们一定要提升自己提升小孩子嘛 嗯嗯 去看一些有意义的 you know page and all information you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that and we even can prevent很多事情发生 就比如说小孩子霸凌事件 我们从这一些我们去学到的那些information 然后我们再去研究我们的小孩子 很多时候我们在他before被霸凌的时候 你就已经可以跟他讲就是 就是如果let's you遇到这些问题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等等的 yeah so我觉得before真正去教育小孩子 还是要教育回家人先啦 还是自己要去了解自己先 你才能去了解你的小孩子 好的 so刚才我已经finalize了 全部question 今天谢谢Dr.Elaine的分享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也受益良多 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各位妈妈们 如果发生任何事情 爸爸妈妈们不懂如何处理的话 我们是可以咨询专家并获得正确的咨询的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孩子发展教育的topic的话 可以游览Dr.Elaine的网页 或者购买她的书 当然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育儿资讯与知识 可以到Google Play Store 或者Apple App Store下载妈妈呢 妈妈们我们欢迎你的意见与建议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话题 可以email到我们的email inbox 然后或者DM我们的social media 可能下一个课题就是你想要了解的课题了 不要害羞哦 敢敢的问而已 还有记得留守下一集哦 下一集我们会到DCE Baby Expo 去了解一下现实的状况 想要给外博的妈妈们去了解一下 KL的baby fair是在干什么的呢 我们也会去跟现场的parents们 做一些interview等等的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就可以留守我们最新的节目系列 我们下期见 Thank you Bye